富豪里面最有权,总统里面最有钱,这个家族就是这么豪狠,没人比我更懂 美国政坛总算开始交接了,虽然特朗普没有如愿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不过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留下了浓墨仲裁的一笔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金融雷 今天我就和大家来一起走进这位富豪总统,探秘一下这个家族当年的发家史 别看特朗普家族现在名头很响,其实他们崛起的历史并不长 这一期的起点还得从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的移民开始讲起 当时,富豪里德里希还是一个德国人,虽然混得不是很好 却怀有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伟大梦想,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那时候美国的淘金热正好传到了欧洲 出于对黄金的美好向往,富豪里德里希也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开始了特朗普家族的传奇之旅 然而他经历千辛万苦跑到美国,却并没有见到自己想象当中那种遍地黄金的景象 尽管他很卖力的在挖土刨坑,可是一通忙活下来却连点金粉都没捞着 身无分文的他要不是还有一手洗剪吹的美范绝活,差点饿死在美国街头了 眼看淘金暴富的路子是走不下去了,他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致富之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周围那些落狱不解的淘金客成为他眼中的新商机 因为随着来挖金子的人越来越多,他总要吃喝拉撒睡吧 所以为他们提供工具和服务就成了一个赚钱的买卖 于是他就在淘金工地附近开了一家旅馆 事实证明他的远光确实不错 从开业之后旅馆的生意就一直非常红火 不过精明的弗里德利西并没有满足 在他看来,这样靠正经生意赚钱的速度实在太满了 于是他就开始打起了捞片门的主意 在看到旅馆消费的淘金工人大部分都是单身男性之后 他又给自家的小旅馆专门增加了一项针对单身狗的那种羞羞的服务 什么服务我不知道啊 这么一来,那些淘到黄金的矿工就成了他最好的赚钱工具 人家辛辛苦苦淘到点金子几乎全被他掏空了 正是靠着这笔不菲的收入,弗里德利西为特朗普家族打下了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 之后他就把家族的接力棒传到了自己的儿子弗雷德·特朗普手上 那时正好二战结束不久 美国政府急需建造一批廉价的房子来安置那些刚从战场回来的老兵们 弗雷德果断扎住了这个机会,做起了给老兵建廉价房的身影 由于弗雷德很懂造房子的那些门道 他建造的廉价房非常受老兵们的欢迎 而他借此也很赚了一笔 正是靠着自己出色的商业天赋,弗雷德在房地产行业混得风水水起 自己的腰包也是越来越古,一举成为千万富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刚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诞生了 由于他爷爷和爸爸的努力 从小优越的家庭背景也让特朗普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顽固 在家里为王,在学校称霸,甚至还梦想做黑社会老大 这个flow很厉害啊 最后逼得他爸给他送进军校,让他去那里接受锻炼 从军校出来后的特朗普一扫之前的富二代喜气,不仅展现出不错的社交天赋 居然还有几分领袖气质 于是在1968年仅仅22岁的特朗普就正式进入了老爸的公司时期 当时的他抛弃了新春继承的资本,丢到了梦想,得到了车房 这个flow也很厉害啊 当别人喊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了罗马 不过这种坐享其成的枯燥生活显然不适合一心想搞事情的特朗普 他一心想玩票大的,来证明自己出色的商业天赋 于是就问老爸要了100万美元去试水 当时的美国正好刚刚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国内的股市和房地产纷纷暴跌 由于建筑费用暴涨和通货膨胀 纽约市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纽约已经不适合开发房地产了 就在所有人都还在观望的时候 特朗普看上了纽约的一家破酒店 还想在那儿搞房地产开发 他爸刚知道心里是有点慌的,就怕儿子又来找他要钱 但特朗普这次明显没有这个打算 他考虑眼下的房地产行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 根本没打算自己掏钱 而是打算玩一手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首先他想请老爸出面给自己做担保 去当地银行申请了一笔8000万的贷款 用来盘下自己心仪的那家酒店 然后自己再说服专门负责酒店运营的大机构 给出酒店未来50%的股份换起酒店改造的4000万 他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当时纽约政府的头上 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 纽约到处一片萧条急需商业投资来回血 而特朗普正好站了出来 宣称自己要在纽约投资房地产 纽约政府一看有人来给自己投资了 那是喜出望外 不仅为特朗普的项目一路开绿灯 还给了他一份意外大礼 一条40年税收减免的方案 同时他也是纽约市至今给出期限最长的税收优惠 就这样特朗普用着从银行和英银商纳搞来的1.2亿美元 在纽约的大街上建起了自家的酒店 不仅一分钱没花 还靠着长达40年的优惠政策赚到了意想不到的财富 而他顺便完成了从富二代到地产搭横的身份转变 随后的特朗普在房地产界更是一飞冲天 生意越做越大 在纽约最繁华的地段盖起了地标型的建筑 还很臭屁的给这个大厦取名特朗普大厦 如今这座68层的大厦依旧是纽约最著名的建筑 里面不光有金币辉煌的公寓、办公场所、精品商店也是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一条80多米高的瀑布 商业上的成功让原本就雄心勃勃的特朗普彻底放飞了自我 爱出风头的他干脆进军了娱乐圈 开始主持一档名叫飞黄腾达的综艺真人秀 当时这档节目开播第一集就创下了高达2000万的收视记录 除了不错的收视力之外 这档节目也让特朗普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顺便还为他和他的集团做了一场免费的宣传 真人秀的成功也让特朗普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我现在这么收获安营 那为啥不去实施竞选总统呢 即使没有成功的话 那给自家的生意打打广告也很不错啊 结果谁都没有料到 特朗普的无心之举居然成功了 凭借着之前攒下来的人员 以及接地气的竞选表现 他成功打败了各路竞争对手 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这个结局他本来自己都没有想到 据说在竞选结果出来之后 他整个人都懵了 你说去当总统吧 自家生意这么好 总统工资也不高 白宫还那么小 但是不去呢 美国总统这个岗位好像还可以 再说美国人民这么需要我 要是不去这个国家的未来该怎么办 于是特朗普就勉为其难的搬进白宫 开始了自己的总统生涯 不过虽然自己贵为一国总统 但是特朗普也没有忘记初心 还借助自己的职务便利 在世界舞台上做起了生意 比如他在上任之后 椅子还没坐热 就经过一番友好协商之后 从沙特那拿来了一份 价值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 然后他又把主意打到了 自己盟友韩国和日本身上 仗着美国在他两家有军队驻扎 直接敲他们两个的竹杠 要求日本每年缴纳80亿美金的经费 韩国呢 你就少点吧 给个50亿就可以了 这边刚刚在亚洲敲完日韩 还没等大家喘口气 就瞄上了自己传统的北约盟友 指责他们只顾占美国的便宜 在经费问题上交钱不积极 总之理由千万条 要钱第一条 自打他上台之后 美国的各种方针政策 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铜锈之气 原本向前看也变成了向前看 他的治国方式呢 也同样启发 在他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 要么通过公开讲话 或者开发布会 来阐述自己相应的施政措施 而到了特朗普这儿就变了样 相比于前面那些传统的治国方式 他更喜欢发推特 在这个软件上畅所欲言 因此也被调侃为推特治国 当然他除了忙着卫国创收和发推特 也没有忘记体系一下自己的家族 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 都是白宫的高级顾问 不仅经常出席一些国际盛事 还一度参加了美国的核心决策 随着特朗普登上总统大卫 特朗普家族也从普通的商业豪门 变成了政商两开花的名门望族 可惜用Maga的话来说就是 成本欲死战 陛下何故先祥 而现在这首闹剧也终于落幕了 梁卫外美国的明天 看 恒不适中 踏遍 美美河沙 我站在风口 浪迹 近我处 首席点赞 愿 烟火人间 七季某天茶变 我真的还想恋人五百年 我真的还想恋人五百年